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从星期一夜间开始 马斯克一则关于索取25%控制权的威胁 引起了投资者的关注 马斯克在X平台上表示 如果没有25%的特斯拉控制权 他将另起炉灶 在特斯拉以外开拓人工智能业务 这时,人们突然发现 2023年最后一批期权奖励兑现之后 马斯克就没有薪酬方案 免费当大老板,打工到现在 那马斯克到底有多少股权 又将如何解决薪酬和控制权问题呢 为什么是25%呢 2019年的时候 马斯克拥有1.933亿股 还没有拆股的股票 当时占总股数的20.7% 但在后来股票大涨之后 马斯克以交税为由进行过一轮减持 又因为要筹钱去收购推特 再减持了一轮 到现在 马斯克手上的股票有4.11亿股 这个是拆股之后的 占公司总股权的12.95% 也就是900亿左右 900亿是挺多的 但对他来说 收购一个推特就440亿了 这点股权也不算多了 好 那之前卖那么多股票 现在看起来有点后悔 他想要25%的投票权 否则说会大权旁落 失去控制 他说如果特斯拉发展成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企业 他没有个25%的控制权 他就会觉得不安 要是控制不了 他不如在特斯拉以外开发产品 他持有12%点多的股权 他觉得有15%的赞成票 或者反对票 就可以推翻他的决定 这让公司很容易被利益集团收购 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双层结构 但他听说这不可能实现 所谓的双层结构 Dual Class Voting Structure 就是特定的股东 这里指马斯克好了 他拥有比较少的股票 但可以拥有更多的投票权 这种双层股权结构 谷歌就是其中之一 总是有人问 谷歌怎么有两个代码呢 一个是GOOG 一个是GOOGL 价钱差一块钱 有什么不同呢 一个有投票权 一个是没有投票权的 其他都一样 如果只是炒股博价格波动收益 不去参加投票 两个股票是一样的 但对于需要控制董事会 和公司大的决策的人来说 投票权就比较重要了 在谷歌的股权设计中 2004年IPO就有AB股 A类股是给普通人的 B类股的投票权是A类股的10倍 B类股没有上市 只保留给创始人和高管 后来 谷歌又发行了C类股 没有投票权 因此 谷歌的A类股10票 等于专属于创始人的B类股1票 而C类股没有投票权 双层股权结构既满足了公司融资的需求 又能保证创始人股东和高管的控制权 这种AB股的模式 普罗大众出了大部分钱来支持公司的发展 而核心股东不花钱或者花很少的钱 就达到了控制公司的目的 赞成的人认为 这个有助于维持创始人的控制地位 能保证公司发展方向不变 不会被人恶意收购 批评的人也很多 他们认为普罗大众出大钱 却没有发言权 核心内部人员出小钱控权盘 大家承担一样的风险 投入和收益完全不对等 但这种双层股权结构的公司 还有Meta 阿里巴巴等殖民企业 这对创始人有利 因此早有打算高瞻远瞩的原始股东 可能会早早地规划这种AB股模式 在企业发展壮大后 仍然能够牢牢控制公司的控制权 但马斯克在推特贴子上面 表达的这种双层结构 目前不太可能实现 你看公司的股权 都是百分百来切分 你从12%增加到25% 就是别人要减少股权比例 因此不太容易解决 那马斯克的粉丝表示 可以将自己的股票投票权授权给他 让他好好干 这个倒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反正小股东要投票权也没有什么用 人为言轻 我就没有去投过票 但是问题有一个 小股东整天交一个不停 今天授权了 明天股票卖了 等于没授权 那我们怎么解读来自马斯克的威胁呢 特斯拉目前的主营业务 还是汽车业务 占85% 然后一部分新能源业务 服务占15% 并没有AI和机器人的业务收入 只不过是在研发阶段 AI和机器人 以及电动车的FSD 我认为是特斯拉有别于普通汽车股票的地方 汽车股的估值低得可怜 车道山前必有路 有路必有丰田车的丰田 估值只有10倍 横向对比 特斯拉估值65倍 高估值对应的是对科技创造高回报的期待 否则估值体系将会崩溃 这也是小股东听说马斯克要另立炉灶 搞AI有点紧张的原因 然而马斯克的威胁并非直接指向利空 有可能变成利好 还要看董事会怎么做 刚才说到啊 马斯克的股权激励 在2023年兑现完 就没有制定薪酬结构给他 马斯克自己是大老板 但也得发工资啊 怎么发工资 是又给什么股权基地措施 还是回购股票给他 以前发了多少工资 赚了多少钱 那是以前的事了 咱们打工人都知道啊 现在发多少工资 明年涨不涨工资才是重点 如果当前的工资不够吸引力 哪怕以前公司给了多少钱 都会让员工有跳槽的打算 当然马斯克不会跳槽 但是他搞的公司也挺多的 SpaceX发火箭的一个 X发Twitter的一个 脑机接口的一个 特斯拉 他在搞一个机器人的 AI的 也还是会吸引到 足够的资本来参与 对于特斯拉董事会来说 尽快制定薪酬激励 让马斯克把有价值的东西 放在上市公司内部 才是对长远未来的市值 提升有帮助的办法 未来基金管理人家里 布莱克指出 董事会将有足够的时间 来制定新的薪酬计划 如果实施股票回购 也能使马斯克的股权 向25%接近 不过我认为 股票回购还没有那么快 即便开始回购 也要非常长的时间 才能够回购一半的流通股 让马斯克的13%股权 变成25% 股票回购原水 解不了尽可 现在看来 马斯克这个人相当折腾 现在知道股权不够了 那当年为何要变卖股票 去收购一个什么推特呢 假设推特有股票交易 按去年以来 小盘股这种打一折的行情 我相信推特现在值100亿 就不错了 这意味着 马斯克收购推特 已经隐性的亏损了300多亿了 然后 特斯拉本来20%多的投票权 下降到现在不到13% 后悔了呗 那么搞了这么一出息 特斯拉的股票还有旧吗 它破年线了 今天是跌破年线的第二天 日内有上工冲上年线 但是最后还是掉了下来 上一次跌破年线 用了三天回到年线以上 这次我们再给它一两天 看它会不会上年线 如果能够站回年线上方 那么特斯拉仍然能够继续区间整理结构 范围在200到260之间高抛DC 如果迟迟不能够上年线 那将不得不考虑下降走势的来临 今天我发现套牢了半年的迪斯尼 有点起死回生的感觉 今天涨了3% 主要是一根阳线 确认了60日线支撑 同时又有点打破前期弱势整理的样子 可能后面有点机会啊 消息面上 机会出在苹果VR开始卖 迪斯尼和苹果VR有什么关系呢 这次迪斯尼跟紧的潮流 用户将能在苹果VR观看全部的迪斯尼电视节目和电影 苹果Vision Pro将在本周开始预售 2月2号开始发货 到时候用户还可以去苹果店申请长达22分钟的体验服务 我估计还是会掀起一波流量 吸引一波眼球 因此是不是可以赌一把VR概念 万一到时火了呢 看着U和迪斯尼两只表现非常差劲的VR概念股 阳光才经陷入了沉思 最后讲一下大盘 标普指数在4800点和历史高点4818点有阻力 已经连续三天调整 标普指数在三个阴线调整中 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下影线 上周四周五和本周二 都是每天探底回升收下影线 这表示日内多头有所抵抗 并没有直接放弃治疗 让空头砸盘 然而上方历史高点压力也确实需要叙事 才能在未来一举打开天花板 历史高点4818点快到了 应该没有理由现在退缩 标普指数有很大概率穿历史新高 但是因为数量众多的小盘股 实际上还是比较疲软 没有全面牛市的赚钱效应 即使标普指数串新高 但仍然不是所有人都轻易赚到钱 从去年到现在 选择股票的难度更大了 赚的指数不赚钱的更多了 今天看罗素2000指数 感觉还是起不来啊 罗素2000ETF的走势 突破之后回区间整理 趋势不出来 上涨没有连续性 就很难操作 连指数都搞不出趋势 那么小盘股就更难选了 我看还是要回避小盘股 等市场上的资金 真的是多得泛滥成灾 看看会不会有全面牛市吧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